你 你好 我找一位新疆的女士 您叫我们老板吧 她等你半天了 那 谢谢 气死我了 这什么游戏吗 到底是我玩她还她玩我呀 这游戏也太幼稚了 简直无脑游戏 我说陈凛生 你很没有时间观念 你知道吗 没想到 你还有震荡职业呢 我还以为 像你这样的富家女 都是游手好闲的 我告诉你 我可是很忙的 再说了 有你这么道歉的吗 你这也太不客气了吧 那又不这样 我替你过关 咱们省一顿饭怎么样 好啊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 不是为了吃饭吧 我过段时间要出趟远门 想让你帮我溜溜车 我那车不是新买的吗 需要磨合磨合 为什么找我啊 因为你欠我的呀 我不找你找谁啊 如果你要是答应我的话呢 我还可以考虑 再生你一顿饭 是两顿啊 大小姐 你竟然过关了 你太厉害了 不行我要截图 发朋友圈吧 行了 吃药室给我 我先走了 谢了 走吧 挺帅的 我知 你可一定要答应姐 你 小致 你可以帮我 你可以帮我 就三五天 江家人不会发现的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扶持 如果跟她分开 我就什么都没了 妈的医药费那么贵 我怎么办呀 喂 小致 小致是谁 找我有事吗 你有时间吗 我现在想找你聊聊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我还没说清楚呢 你说 就当我求你好不好 孩子留下来吧 怎么说也是个小生命啊 这样你要是答应我的话 我下半辈子 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行吗 我不方便出去 我就在你家楼下 你拉开窗帘可以看见我 你不答应我的话 我是不会走的 你疯了 黄家文 我没错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 好好聊聊 我们已经分手了 孩子现在跟你无关 而且和我也无关了 什么意思啊 你别告诉我 你已经把孩子拿了 情愫我不准这么做 没错 孩子我已经拿掉了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能调这孩子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再无瓜可 要是再来纠缠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去远速 这孩子是我的 你没有权利 这事没关 好 喂 小致 喂 姐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答应你 谢谢你啊 小致 嗯 可怜 这事 先是哆老师 你不能不舔我 你不舔我 孔子 暖子 你不舔我 我再寡靠你了 我就找个人 你使我 你不用舔我 不舔我 你不舔我 但我他不舔我 照片上的老爷子 就是我公公 不过你应该 没有机会见到他 早些年 他因为轻度中风 痊愈之后 就搬到疗养院去住了 全家人 也只有他对我好了 但您要不是他坚持 我也不可能 嫁到姜家来 那我还真挺想 见见他的 姐一个多星期 就回来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记得联络我 这个是我的电话 以后你就是我 上面存了 我的备用电话 姜家人不知道 如果你需要联系我的时候 就打这个号码 姐 我 我怕我坐不来 你不会到现在 打退堂鼓了吧 那 那我尽力吧 对了 这个是我的护照和身份证 你把它收好 有必要的时候 你用得上的 嗯 姐 你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啊 你看你想去哪儿 以后姐姐都可以 带你去的 要是没别的事我就走了 我们俩随时联络 嗯 哦 对了 还有那个姜博儿 不管他做什么 你短所没看见 别人也就过去了 知道吗 你就把信放在肚子里吧 我很会看颜色的 我走了 下次 喂 妈 你赶紧收拾东西 两个小时以后 火吃战舰 我都搞定了 火吃都要靠你自己了 在姜家你一定要化妆 因为连姜村都没见过我 完全素颜的样子啊 对我来说 女人不化妆 根本就不能见人 那你先把我化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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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 放这儿了 哥 你去哪儿啊 博尔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等你啊 等我 我不是说了吗 我去不了了 有事儿 那秦英素呢 他人呢 秦英素 秦英素也不去了 是吗 行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哎呀 或许啊 或许 你好歹还是个 有车本的人呢 有什么可紧张的 不就是上路吗 慢慢来 慢慢来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无法接通 对不起 什么意思啊他 嗯 不接电话 放我个子也就算 现在连电话都不接 去米兰是他说要去的 现在他 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给我说清楚 这事特别好解决啊 博尔 拿着这张卡 你飞到米兰去 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 想玩什么咱就玩什么 玩到你放松了 消气了再回来 好不好 你干嘛呀 你拿卡打发我是吗 秦英素本来就耍着玩 你也想耍着玩啊 我告诉你 秦英素今天这个事情 必须得跟我说清楚 不然明天我找爸告上去 自己看着办 官儿 哎 你听我说 啊 你 nurse 你看看吧 你自己行的 不在哪儿 你 ее身材 对你吃了 董事长 邀多了 对 妈 只要是想找她 她电话又不接 所以就问问您 来了 妈 盈素可能回来了 就这样 您注意身体啊 再见 不是盈素 是盈素的包裹 我说你可真是个马路杀手 天哪 能开到家就是万幸了 一定要加油 姐姐的幸福就靠你了 盈素 你可回来了 家里都乱套了 秦盈素 秦盈素 你现在必须跟我道歉 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秦盈素 你给我站住 你不要太过分 你把我当小的小孩耍啊 我起那么早 在家里等你 你这回来一句对不起的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这么大哭小笑的 我听得见 盈素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赶紧上去休息吧 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要上楼休息 有什么事情等我醒了再说 行 盈素 你不许走 你今天不管话说清楚 我就别想走 你不就是生气 我坏了你的好事吗 你至于这么 故意耍我放我鸽子吗 你是什么人 我太清楚了 婚儿 少说两句 不不不 你让他说 秦盈素是什么人啊 你倒是说呀 金素到底怎么拧了 你这么不依不饶的 我告诉你 我敢进这个门 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你 你吃枪药了 你没话说了 那我上去了 哥 哥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样子 明明是他有 会不会当然就不跟我道歉 对了 还有那个姜伯儿 不管他做什么 你早就没看见 人也就过去了 知道吗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连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 你还管不管啊 直接你让我跟他道歉的时候 我可是认认真真说了对不起的 他呢 你要是真生气 你就骂我两句 我绝对不宽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明明是你不对 好像我跟恶人一样 好 你骂完了 我可走了 你别后悔了 哥 哥 你管都管了 我是你妹妹 人家刚才让你骂 你不骂 你现在后悔完了 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偏心眼 我好歹是你妹妹 她算什么 而是你嫂子 我听你这就知道吵吵吵 你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以后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出去 追我 谁呀 明苏 您的包裹 我给您料这儿了啊 这不是你真是 我二十好姐的人了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呦 英素 你好像瘦了 是吗 嗯 可能是最近在减肥吧 我有点不舒服 想休息一会儿 今天出去吧 你不是装的 我还以为你跟不而怄气 故意说自己生病了呢 哪儿不舒服啊 可能今天早晨太累了 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还有吃饭的时候 不用叫我了 我没胃口 好 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还是管好你老婆吧 这搏儿也真是 非得跟应孙过不去 真是难为先生您了 太太怎么样了 出事不舒服 休息了 连饭都不想吃 照顾好她吧 上班了 好 好 伯儿 上车啊 绝不 都运动运动 对他好 走 江村 江村 你真走啊 你看我不找爸告状 我给你二十分钟 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 现在 不可能 二十分钟你要是 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就报警说 有人透露我的车 你胡闹什么呀 好啊 你来看看就知道 我是不是胡闹了 你不搭理我 有的是人搭理我 找什么呢 车钥匙 我放钥匙盘里的 你看见了吗 这不是就在那个餐桌上吗 你爸那个下去挪过车的 不是这个车钥匙 是咱们家楼底下 停车位那辆跑车的钥匙 不是这个车钥匙 是咱们家楼底下 停车位那辆跑车的钥匙 那车呀 我收起来了 在这儿呢 这谁的车呀 停在我们车位上啊 你就别问了 朋友的车 暂时放我这儿保管 什么朋友 把车交给你保管啊 妈 你又想什么呢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男的女的 女的 长得漂亮学历高 还特别有钱 就是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样 满意了吗 怎么跟你妈说话 我说的是实话 我跟小致好好的 你非得把我们拆散 你就别再指望 我给你找儿媳妇 喂 你妈是为你好啊 我告诉你 你在大街上 随便找一个女孩子 都比那霍之强 妈 我不想跟你吵 行行行 不吵不吵啊 我不跟你吵 只要你不过提那个伙食 妈问你啊 你跟那个朋友 认识多久了 找时间约回来吃个饭呗 你就别想了 你家白富美 凭什么看得上我 白富美怎么了 你还高材生呢 一表人才 妈妈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心血啊 凡人除了获知 我谁也不要 你这孩子 我 我看你借到什么时候 是 你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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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安静啊 你都去哪儿了 哦 先生啊 明天要到渠育场去运动 养肌蓄锐睡了 博尔还没回来 我给你做点面子 是 他跟谁去啊 哦 刚才听他打电话 说好像约了什么人 哦 一个英文名字 还讲了两句上海话呢 上海话 行 我知道了 你早点休息啊 不算了 那我大家都说 你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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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我就要去哪儿 你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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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Everybody say Everybody 说头可断 说可留 为海盗汉衣不许愁 说歌后不离 所以疏口 嗓子就不会生锈 蹦蹦蹦 踏到情有团框 泉水 准备好没有 你干吗看果证啊 所以你才叫我啊 我妈从小就不让我来这种地方 你妈有没有跟你说 不让你跟陌生女人说话 我吃药丑还你 我走了 陈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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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你听不见啊 听见了 我不愿意 你 我这几天不见 你长脾气了是吗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喝了酒我开不了车 叫代驾呗 那怎么能行 我这么漂亮 天又这么黑 叫个代驾多危险 我不管 反正你负责我回家 拿来 拿来 什么啊 钥匙 上车啊 我又没说现在要走 你 你看到几点了 上次我就想说你 你小姑娘 陈天混这种地方 你妈不担心吗 我妈早死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用不着对不起 又不是你害死了她 既然这样 你就跟应该 替自己安全着想 就像你说的 你长这么漂亮 我问你出事了 怎么办呀 你也觉得 我很漂亮是吗 求我 你还行吧 我不是受了欺负吗 就想一个人到这儿 喝喝酒 找一个人诉诉苦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我还不是因为孤单 行了 妈 我知道你烦我 你走吧 我没事的 反正我一会儿喝了酒 到时候看看 谁能把我捡回家喽 行了 行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陪你还不行吗 我想让你陪我跳舞 我不会啊 哎呀 走了 我真的不会啊 我约了克里斯去见 你醒 我不去了 你们大学老友 重温旧情 我去个多爱事 这最近说话话里有话呀 啊 什么意思 我特的佩服你 真的 你说这家里的秦英素 服服帖帖 外边的克里斯吧 鞍前马后 我一直觉得 你没什么女人缘 合着 这都是组团来的 芳啊 哎 这日月工作日 还有几天啊你 十天啊 咱俩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关系都挺好的 对吧 嗯 又是同学 算你五天吧 五天以后 去人事部领工作 滚 哎哎哎 放下你 我去接克里斯 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全辆了啊 哦 对对对 到二海选啊 一年的 嗯 你说 没问题 没问题 让我看看 来 威尔姐 有人找你 给我来一杯大的咖啡 好 黑咖啡 阿姨 什么事啊 飞了这么一大早 包子叫我来 天哪 瞧瞧你这眼圈黑的 昨天晚上跑哪儿风去了 反正家里也没人在乎 还不允许我出去 找点安慰啊 我不是都说了吗 心里不痛快来找我 女孩家家的 别大晚上往外跑啊 这话怎么说得 跟陈领生一模一样 陈领生 谁啊 没谁 安姨 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受人之托呗 我哥 可不就是他吗 一大早晨起来给我打电话 让我好好劝劝你 你是不是又跟 秦英苏闹别扭了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我哥还准处不项着他 你既然知道你哥护着他 你就别跟秦英苏 正面起中途了 可我有的时候就忍不住啊 本来我还以为能把他 跟黄家闻周间在床呢 结果没想到我哥偏偏不信 不信算了 没关系 等着吧 早晚我能找到证据 我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其实等于是你把秦英苏 当成了你的生活重心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 你自己的将来 我将来 我将来有什么可想的呀 反正我有我爸和我哥呢 可是你爸和你哥 对你再好 他们也不能替你去生活呀 而且万一以后 秦英苏有了孩子 那可能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你怎么办呢 这个我倒是不怕 我哥肯定不会那么对我的 就是那个秦英苏 要不是他几年前 在车祸当中救了我哥 还在我爸面前面 一天装可怜 我爸能同意他们俩结婚 嫁到姜家来之后 我哥处处维护着他 让着他 现在都不管我了 气死我了 你别忘了 你哥和秦英苏 人家才是一家人 阿姨 我突然觉得 如果我哥要是 在宫廷居的话 肯定是个昏君 不行 我咽不下这口气 来 你哥 你别忘了 你现在阳光上学的时候 我们都是基建队人 人家是为了碰 grenade 混合不黄气 也不知道 你在学anga你呀 荒废了 你 我当时过计基建队 还不是给得多看你今天啊 你一回来我突然想听了 我以前的女朋友说 那个时候你写到我 趁老婆在家生命 就出来快活了 真不明亮我心的 你可别忘了 那个时候 我可是你女朋友 这要是被你老婆听见了 又得打我一把 简直是一对狗男女 上次的事我带她跟你道歉 不过她人不坏 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 不过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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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 我现在说话这不方便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声音怎么了 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啊 我怕有人偷听我打电话 你怎么样啊 你说得也对 谨慎点好 我这边刚到 都安顿好了 就是想打电话 问问你怎么样 我都挺好的 我回头再打给你啊 嫂子 干嘛呢 谁啊 没人 不过这铃声好像 在哪儿听不合 不会是那极品老婆 跟踪我们吧 这铃声还真是她的 我哥跟克里斯约会 你不放心啊 偷偷跑过来 有什么目的啊 你胡说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骗我哥说你去扫墨了 然后你就偷偷跟踪我哥 怎么 想找证据要挟我哥啊 我可没有 你别胡说八道 秦英素你就别装了 我们谁不了解谁啊 你别忘了以前 大家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跟踪我啊你 别怪我没有警告你 我哥最讨厌的就是 欺骗和隐瞒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不仅丢我哥的人 还丢我们姜家的人 我告诉你 不要得罪克里斯 你们来了 刚才外面是你吗 是我 我给方秘书打电话 他说你跟克里斯在这儿 练基建嘛 我就过来了 而且克里斯明天不是要走吗 我来为他送行啊 之前克里斯不是跟嫂子 有不愉快吗 我就把嫂子带过来了 怎么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还可以把嫂子带回去啊 克里斯姐姐 好 我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 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可要为你送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能见到你呢 今天中午我做东 我请客吃饭 你可千万不要推脱啊 行 都听你的 我就没见你 对姐姐这样相过 啥呢 哎 这好像是菜单上没有了 你才发现 嗯 这是我们以前 在你上大学的时候 常吃的那个炸鱼薯条 我跟老板说了 人家给咱开了后门啊 你这么一说啊 我还真怀念起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吧 张存 有点意思 音苏 你也尝一尝 来 不用了 嗯 嫂子 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我主要是怕你吃不惯 没事 我吃这个挺好的 谁的电话 垃圾电话 我要去个洗手间 你们慢慢用 你吓我一跳 你跟着我干嘛 我想看你跑什么呀 不知道的 以为你有意冷落贵宾呢 我得盯着你点 别让你丢我们江家的人 不是你让我来的 你要是嫌我丢人 叫我来干嘛呀 我想让你知道 你跟我哥之业的差距 有多大 你现在知道了吧 实相点的话 就最好赶紧走 要走也是应该 那个女的走 我为什么要走 见过后脸皮 没见过你这么后脸皮 干嘛 不接啊 你管得着吗 干嘛 不接啊 你管得着吗 哎 回来了 那你们先吃吧 我先走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反正 这也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也聊不到一块儿去 我走了 你们还有空间 好好聊聊天 我走了 哎 嫂子 怎么也要吃完了再走啊 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 好不容易跟我哥 出来一次 多美好的气氛啊 对啊 你这一走 我也坐不住了 本来还想趁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好好聊聊呢 嫂子 你这么着急走 不会是约了人吧 是不是吃完都可以走了 正好我也饿了 那我就开动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佳人 真是没一个省心的 气死你了 姜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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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找应苏啊 你等一下啊 应苏 电话 喂 您好 哪位啊 是我 你是哪位啊 你少给我装算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你别跟我来这趟啊 我有急事找你 一会儿老提房间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就只能找江村 把那些事倒出来 别逼我 喂 喂 怎么了 应苏 黄先生口气好像挺生气的 黄先生 哪个黄先生 黄嘉文黄先生啊 我接过他电话 我呀 记性很好的 你 你看我这记性 想了半天愣是没想起来 对 黄先生 对了 要是再有人打电话 就说我还没回来 哦 好 喂 姐 有一个叫黄嘉文的找你 说要在老地方见 他还说什么没有 还说 就是说如果你在老地方不出现 他 他就去找江村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我知啊 你听好了 这个人是我的经纪人 追求了我很多年 很难对付的 你别搭理他 以后他打电话你都别接 哦 知道了 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倒挺好的 你就放心吧 你啊 要安心待在江架 千万别露出马脚来 知道吗 知道了 我这 还有两天 就可以搞出头了 没有 我聚会 你吃完 你吃完 就是他 就因为我要吃完 还都没吃完 他们也会咯了 不是吧 我吃完 你吃完 我吃了 孩子的事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可就别怪我不让你跟姜曹好过了 喂 民宿 到了 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刚才克里斯在 我没好意思说 你知道情愫 干吗突然发脾气走掉吗 他让我问你啊 问我 他又想待在我身上 你的好老婆 现在没准在上面 跟某个人约会呢 怎么又提这个 我说的是真的 上次是我试测了 这次绝对是真的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 黄家文给秦英素 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都不接 他俩要是没事的话 他为什么不敢 当着我们的面接电话 而且我找我一个 酒宴的朋友查了 秦英素刚走没多久 黄家文就在这儿 开了一个房间 我还给马杰打了电话 我怕你不信 人家马杰说 他根本就没有回家 干吗 不信啊 真的假的 你上去看一眼 你就知道了 你难道要被这个女人 骗一辈子啊 走吧 葛 上去看 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 不对啊 明明就是这个房间 看到了吗 黄家文来过 我绝对没有搞错 人呢 我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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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吗 拍他们两个偷情啊 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想 我问你 拍完了之后 你要把他干什么 给爸看 这不是我弄的 我告诉你江波 我今天郑重地请告你 不管你今后怎么闹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不要在背后 搞手段陷害你 这是最起码的道德问题 还有 我不管你跟他之间 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要再欺负他 否则不管你是不是我妹妹 我都不会原谅你 哥 你干吗不相信我 干吗 我没细心接你的电话 你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你怎么了 坐门口干什么呀 你到底怎么了 别哭啊 别人看见以为我欺负你呢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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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